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今集跟大家講一下 Egger江海嘉的演唱會 其實Egger已經是他出道十周年的日子 曾經在疫情期間 他的演唱會就兩度因為疫情而取消 終於在今年可以舉行到他的個人紅館Show 今次就是一連兩場的 Yokumoko x Egger的Wonderful Life 2023演唱會 今集就跟大家講一下 Egger演唱會之我見 講開Egger的演唱會 都要講一下江海嘉 其實我第一次認識他應該是2014年 當時他唱第一首歌就是一 這首歌就是四台的冠軍歌 當年很多人都像我這樣 被他的美聲吸引著 當時相信聽這首歌的大家都不知道 究竟江海嘉是甚麼人 他做甚麼 他本身就是一個幕後的製作人 好像一般的創作歌手出道的時候 都是為了大家做幕後代唱 或者幫一些藝人唱這個demo 甚至乎很多時候就是幫人作曲 寫別人的歌等等 直至2014年的時間 就出了這首一 為人大家熟悉 然後到2016年的時間 出了他第一首個人精選大碟 那一首叫Gina Dora 當時這首碟裏面都非常之多很好聽的歌 包括了 Superman 一 型 藥 原 哈佬 問號 一加一等等 其實他的歌的特色就是 本身就是內聽度高 初頭聽不覺得是甚麼 但慢慢越聽越有味道 還有當時我相信 很多人好像我這樣 就是有個感覺 他這首歌很有趣 單字的 一兩個字起 那你要聽一下這首歌 慢慢dap 慢慢dap 慢慢dun 才知道這首歌究竟說甚麼 那當時這首精選碟 也是其中一首我非常之 一種很喜歡的大碟 經常都在playlist裡 都是loop著來聽的 差不多叫做首首歌都很喜歡 那這首碟 那當年呢2016年呢也都拿到八金的銷量的唱片 那其實呢 唱作女歌手來計呢 其實在香港就特別少有啦 那Egger呢 就在這十年裏面呢 可以叫做 唱作很有水準 亦都keep住到 有高水準的歌曲 launch的一個女歌手 那非常之難得啦 那他有唱他自己的歌 亦都有為他自己的歌作曲 那其實呢 在香港的樂壇 還有一個在音樂的創作路上 在不同的曲風上面 下苦工的女歌手呢 就相當之少見 那大家知道呢 在香港做歌手 本身就已經沒什麼錢賺的了 出碟又不是說很賣得的時間呢 不同以前那個年代 那所以呢 要堅持成為一個女歌手 還要自己作自己唱 其實那個堅持是相當難的啦 那所以呢 其實Egger呢 都得到他家人的無限量支持呢 才有今時今日的 可以捱到現在 叫做出到十年才可以呢 走到一步一步呢 走到上行館這條路呢 其實絕對就一點都不簡單 但我自己呢 就特別喜歡呢 Egger呢 他的創作多元化呢 很多歌呢 都好到位的 譬如很多時候呢 用第一身寫的情歌啦 譬如好像 兩次計劃的紅館都因為疫情期間而取消 他的紅館之路呢 來到2023年呢 經歷了第三年 第三次終於開得成 那大家都終於看到啦 所以呢 第一次呢 親身聽Egger唱Live 那個感覺都相當之震撼 因為呢 一個唱得好的歌手呢 你在現場聽他唱Live呢 絕對是一種享受來的 那Egger呢 絕對是一個唱得又作得的 難得的一個好歌手啦 真是呢 在現場呢 聽得到他每一顆音 和他的聲音 的確是相當之舒服 亦都很好聽 那聽他的唱片呢 又是另一種feel 另一種的感受 那其實呢 這一個show呢 他一開始呢 就唱歌呢 由8點9再一開始 那大家就很期待啦 那開show之前呢 已經有見到 有很多很多的 各界的artists 都有來撐場的 因為他只是開兩場show啦 所以呢 其實都很多演藝界的人呢 都有到場啦 譬如好像 蔡一傑 蔡一致呀 麥曾比特呀 還有這個 Coe 蘇浩爾 岑令儀呀 徐浩瑩 丁子高 王祥興夫婦啦 甚至乎呢 還有學友和惠嫻 千華夫婦 閻明熙 張敬軒等等 都送花籃祝賀 特別開心呢 就在第一場的時間啦 現場呢 就見到陳雷啦 那我的朋友呢 還可以即場 跟陳雷呢 一起拍合照 即是呢 除了Aggar之外呢 另外一個非常欣賞的女歌手 亦都是創作路 有很近似的 風格的一個歌手 就是阿炮哥陳雷 在現場呢 都見到他 C紅做英雄啦 亦都有來撐場 我們作為fans 更加開心啦 可以在現場呢 跟陳雷可以打卡拍照 真是超開心 超驚喜 那這個show呢 大概八點九左右 就開場了 那Aggar呢 一口氣呢 唱了差不多整個鐘 終於開口說話 那其實呢 本身詩詩文文的他呢 絕對就不是說 口才了得的藝人啦 所以呢 他講話不多 還用音樂 和大家分享他的成長 分享他的音樂之路 那所以呢 就多了一份真摯啦 所以呢 他說話呢 雖然不多 但是說出來的時候 特別不知為何 覺得非常之感動 那當然啦 整個show最驚喜的就是 林味就請了Eason做嘉賓啦 那他親口說回 在2003年的時間呢 節省了很久的零用錢 去買票看Eason的演唱會 他在現場聽呢 當者地球沒有花這首歌的意境呢 就令到Aggar入坑 成為了這個音樂創作之路 那就是說呢 這首歌呢 影響到Aggar呢 成為一個唱作歌手 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所以呢 特別在這個show裡面 找到Eason來撐場 做他的演唱會的嘉賓 就別具意義 那當然啦 Eason也在台上跟他合唱 那所以呢 非常之驚喜啦 那他在台上說呢 人呢 每五年呢 就會發生一些大事 每十年呢 人生就會起一個變化 那他就說呢 自己很開心 用了五年時間 去豐富自己的音樂創作 出了歌之後呢 用多五年的時候呢 讓他的音樂作品呢 得到外界的粉絲的認同 和認識他啦 那所以呢 今天呢 來到第十年呢 他可以呢 在銅館和大家 踩上這個 叫做 紅館之路啦 那大家都知道 好多人 除了拿大獎之外 上紅館開個人演唱會 都是 差不多每一個歌手的一個 終極目標之一來的 終於見到Aggar能夠 成為 達成他的夢想 那當然大家都很替他高興啦 那也都很開心啦 他的音樂呢 得到大家的喜愛 那今次呢 可以說滿足了 所有Aggar粉絲的慾望啦 因為在這個show裡面呢 整個音樂會差不多唱完 所有 惡迷心目中的單曲 基本上都是一個 很大的滿足 那所以呢 絕對就是一個 Wonderful Like 和呢 特別多謝Aggar啦 那希望呢 如果有入場 看show的朋友呢 都感受到 Aggar這一份的熱誠 那當然啦 十年呢 只是其中一個里程碑 希望呢 更加聽到江海家 唱更加多的 自己唱作的歌 感動大家 相信呢 惡迷的最想見到的事 希望呢 Aggar呢 繼續努力啦 不要放棄他音樂之路 繼續唱多些好歌 成就多些 他在音樂上面的夢想 好 那今集呢 跟大家講江海家演唱會 就講到這裡 不知道有入場看的朋友 對於這個show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留言 和我們分享下 你的看法 好 那今集呢 跟大家就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再一下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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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